大家好,又到我們齊齊開箱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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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我想介紹的就是這隻毒液特工 這隻是屬於Huzzball不早幾年的一隻 好像是反斗城限定的 還是Tiger限定的一隻六寸Figure 至於可動性來說 基本上是不需要質疑鞋子寶的設計 但對比早期以前出過的Toy Beast 這隻的可動性是一半半 不算十分出色 但該有的地方都還原得到到位 腳的可動就是這樣 至於手部 手部就是基本標準的六寸Figure可動 至於頭部就是這樣 基本上應對現在主流的姿勢 這隻東西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配件其實是有一隻 外星生物體的觸手 但未來生了不知掉在哪裡 所以也找不出來 而它的配件就是有這支槍 那它細節位其實是因為這隻東西 在美國來說是屬於十元到二十元美金左右 所以這隻東西是做得 很多這些細節位是並不出色的 但這隻獨葉特工是未來第一眼見 就覺得很漂亮 還有很型的一隻美系英雄 所以未來會買它也是很正常的事 這些細節位它有賠 例如這些劍啊 這些槍包啊 這些手榴彈這些帶 是完全沒有配色是假的 那這東西的可動性 就基本上介紹到是這樣 和上色都是這樣 而這東西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它顛覆了毒液的一個新概念 所以這隻東西其實是做得挺型的 但是這個位置它是靠黏在肩膀甲這裡 所以會很容易斷 但是希望不會斷 但是未來是很少玩的 都是放在那個書櫃頂的 所以正常應該就不會斷的 今期的視頻到這裏 下期再和大家介紹其他玩具 拜拜